大家好,我是一万,这里是魔法战区S4 S4,第四赛季的预赛 分为16组,这是第一组 今天我将会直播第1357组 2468组可以去看肖姐姐的直播间 第一次看比赛好景的 没必要,下期比赛没什么好紧张 战队赛太紧张 战队赛不还晾胜 战队赛太紧张 战队赛不还清门 战队赛需要的计划 战队赛不等 這看一眼就知道是要六射六星劍了 不至於 哪不是那麼容易的 老虎 刷牌的刷牌的 牛 我喜歡牛 兩個牛 牛是真的強啊 牛 看這兩個牛做什麼陣容啊 這邊看起來是要做毒液 毒液和牛 標配 還有個牛是誰 下圍這個陣容旁邊指揮官亮一下 一個人去找 真的麻煩 找到了 這邊看起來像要做光企 謝謝 這是神幼啦 直接一個三星哈里斯 真的爽 老虎的什麼技能好 複製啊 老虎一般都在複製的 這一波很舒服啊 射手捷徑 灼熱 猴棍 金刀都是好裝備啊 英雄有零 我其實現在零沒什麼人打 我看一下現在目前血量最少的這位帶的是老虎複製 這應該是要做機械 加這個劍克以仁者為核心了 我好像不一樣了 屁股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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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燈 屁股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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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神佑,两格斗 大家能不能做出龙族加格斗 龙族现在叫东宇 我都真恶心 我都触发了就很恶心 连续触发 不过现在的版本格斗也被削了 只有4格斗了 这哥们看起来运气还可以啊,起码忍者两星了 已经三器械两剑课做出来了 记得告诉我小伙子 他目前满血的 这个阵容怎么现在场上只有三龙族的一个击败 但他人多 钱呢 钱也挺多的 这个阵容虽然血量有点少 但我觉得他很有前途 我觉得他很有前途 还有个射手结晶在 一会儿看他能不能往后再拖一拖了 他现在场上英雄放的有点杂乱啊 怎么两个蓝丝两个蓝丝丽啊 完全就靠忍者一个 这手神语出来了 神语又不是神语啊 触发职业羁绊加一 啊星象啊 那其实没什么用 加到机械的话会很好 哥们儿给忍者上个三 那个三射手的羁绊呀 他肯定不会玩星象加剑客啊 可以 这里上了个机械的 然后现在最后明变成了我们的 蛮爱笑的眼睛 这边也是一个玩忍者体系的吗 啊不是 这是个星象 星象 加剑客 那目前看来核心是蓝斯洛特啊 这老虎刚不过这个弗雷亚 还行 就漏掉了一个 诶 哎哟 就为完整者体系的又变成最后一名了 不过他现在有希望 他只要撑过下一个野怪 就有反反的机会 现在这人格你看他的装备 第三件装备是振奋 振奋倒是没什么用 有绿刀有射手结晶 我去 刚不过 还是阵容 没有成手 快没了呀 能不能再撑过一轮 45块钱哥们 花了呀 别买来死利了 把生人口上英雄 机械来了 赶紧生人口把车放上去 哎 生人口把米亚放回去 三射手的 击败药药呀 这还差不多 他现在6机械3射手了 还是有机会能够打赢这一局的 然后再把那个剑克升到 升到刺 就可以了 最好再掏个反甲出来 我之前有没有说过反甲可以触发忍者的技能 可以触发剑克的技能 贼凶惨 贼凶惨 这是为什么 上了个玩玩 莫斯卡夫不是挺好的 恶魔呀 刷英雄啊 朋友 帽子刀一把 一个复制一个帽子刀 可以了 好看一下其他人 这边这个阵容 刚看过了 差不多 这边恐龙最厉害 三战士 四刺客 三星象 这边有个三星的 哈特 这边是个什么呀 也有点 杂杂乱乱的 这有个 光企加法师 看来 看来 艾斯美这个锤子能发挥多少作用 还是很有作用的 周围直接秒掉 这边还需要一个剑客 那么艾斯美这个锤子已经跌到了最后一名 他这个阵容 他这个阵容目前现实比较尴尬 没有一个主流的体系 诶 深游 刺发主流的体系 变异 没什么用 对呀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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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人们又掉了一滴血 赶紧花钱了 他有复制吧 他有两个复制啊 忍者几个呀 赶紧刷一个忍者出来把忍者变三星啊 这最简单的事情 撑过这一轮他前三就稳了 哎呀 恐龙最厉害没了 什么阵容啊 四四颗没做出来 爱笑的眼睛也是四剑克 这两个都不是我交过的阵容啊 哇去 他为了拿反甲把人口加1给别人了 这哥们有点有前途 还是说他已经有人口加1了 他有人口加1 他上把就已经拿了 对不起 哎 那他起飞了呀 赶紧把忍者升三星啊 再拿一个忍者就可以了 我怎么记得他刚刚刷了一个忍者出来 不要 9块钱没必要存了 刷一个忍者出来 你现在5滴血了 拿老虎没必要的嘛 哎 算了 随便打了 哇 奥勒塔清场啊 忍者怎么说能扛住吗 可以 忍者好像 哎呀 开大的时候忍者也在放大 可以 前三稳了 基本上 刚刚已经说了 看下其他人的阵容啊 这边第4名是个6法 第3名也是个6法 倒数第2 刚想说 看不出是个什么阵容 他已经没了 第2名是个星际 是形象吗 这个 是形象吗 他是什么 丹荷吗 二提斯吗 还是老虎啊 这是卡琳娜 可以 2件肉装加1件攻速 奔奔1技能2技能哪个比较好 3技能比较好 奔奔复制技能比较好 复制技能3技能吧 哎 这可怜的孩子刷不出忍者 那你莫斯卡和老虎留着干嘛 哇 这人准备秒了 没了这哥们 哎 有点可惜 第4名 没进前3 但是只要进前4就可以进你下一轮了 还是没有去刷忍者三星啊 他把所有东西卖了 就刷一个忍者三星就可以了 其他的英雄三星都根本没有必要 手里粘着2个复制了 也很可惜了 只要刷出一个忍者 他忍者就三星了 这个阵容还是很恐怖的 奥代塔下血线 然后艾斯美 带着那个锤子 然后前面把残血的都收了 说牌子 允许文的事情 到检查一下 我怎么在这里 我还想到输它 这个《宝贝》 你张太保持我 是个一个小老字 这边毒液 三星玩玩还带猎魔 还有精神 可惜玩玩没有毒液的buff 六星界大战六毒液大战六法师究竟谁才能笑到最后 这玩玩原型突破 花火不给装备吗 花火不给装备吗 你花火才是你毒液的核心啊朋友 好可怜啊 两星毒液花火 一剑装备都不给 玩玩只吃了一个叫什么 只吃了一个三东雨的buff 这时候我都没吃到 这个猫人谁打不过的 六法的 啊对 这奥拉德没有 奥特 哎呀 哈里斯又吃了一个原型但是 三光 只有一个六法 奥特塔没有新界的加持 伤害不算特别高 他也没给奥特塔装备 哎呦哈里斯被变猪头了 泰格的波 哇 哇 看完 玩玩了 玩玩跳起来 哎呦金身完美躲过一波技能 牛皮 哎 换掉了是吗 玩玩之后也死了 怎么死的 哎呦可以这些人打到了 第3个第4个魔盒了 哎呦这边打算去做六龙族了 他现在五龙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少个人 卖点什么东西呢 把守护者卖了吧 这个卖了吧 是吧 加点 没必要 把这个毒液buff给别人家里没必要对面都是法师阵容毒液阵容你守护者撑不住啊 不过他现在反正目前打下来他的 是打两个人都是打的过的 这老虎 这老虎 这老虎演员嘛 这老虎为什么走了半天他不打呀 他从这个中心位置走到左下角位置走过去的过程中能放两两发普攻呀 我想 演员虎 那我们去找第3组的人 为什么玩摩摩摩摩摩摩摩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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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这就很棒 糖果帮我把第三组的人都拉好了 这就很棒 就不用再一个个拉了 好的 让我们带来第三组的比赛 打完一把我的电量掉了24% 那按这个进度应该是能撑住的 三光棋 开几三光棋 直接起飞 哇 这有个基础指挥官的 可 干什么 可进 我仍然是很轻弱 等一等一等 抱歉,我不想押忍你 改变世界! 我电脑,我电脑是这样子的 就是用的赶不上冲的 你知道吧 呵,这很难受 我在美国的那根充电线比较好 因为是接显示屏的 接原装的居然还没我直播耗的电量大 我也是搞不明白了 一般下棋解说的高潮都在人死了 两三个之后 前期真的没什么好解说的 不如唠唠嗑 不过现在直播间没差人 底特律小牛这个 我差点这哥们 这姐们 这姐们带着这个指挥官有点意思啊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 我一般都是喜欢看最后一名 因为快死了都给点镜头 也看一下各位 玩家是怎么死的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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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着掉血 哦 阿格斯复活 然后进来了 嗨 这个进来好慢啊 两刀 三刀 四刀 五刀 六刀 七刀 八刀 总共砍了七刀 这个小乌鸦的攻击特效是真的帅你别说 对啊 这些都是玩家 不是我在玩 我是裁判 解说 你看标题写着 有人用吗 我都不知道乌鸦二技能是啥 反正我感觉乌鸦这指挥官就没啥用 像这个第一个死亡的英雄一般都不是你的核心英雄对吧 就只是边角了要复活一下 又能怎么样呢 我本身的判断 你看标题写着 作詞曲 李宗盛 之前有人跟我说石斗人很强 没感觉到强到哪 这边是一个格德阵容 看起来很强啊 打赢了倒数第二名 我们的底特律小妞已经到达了第二名 哎呀又被打掉了点血 不亏磨合之前掉地血 掉到了第四 可以往前面拿东西 海底捞获得人口加1 恭喜桑波获得猎魔巨剑 猜错了猎魔巨剑 猜错了猎魔巨剑 哎猎魔巨剑你们不要吗 哎 what 哎 你不选吗 你卡了吗 我吐了呀 猎魔巨剑没有人要 他们都是些什么阵容啊 我想的最后一名居然能拿到猎魔巨剑 结果最后一名也看不上眼 太狠了 太狠了 谢谢 好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呀海底捞已经没了 可怜 只做出了一个三龙组的羁绊 啥也没有 嗯 嗯 有些人分一把 是政治家庭 是学位可以clazлаг 是威瑞 是威瑞 神尤会 是威瑞 我会把这些规则拥有些规则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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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凡尼乱杀 还有个三星的什么东西啊 哇 这葛兰杰后退后撤步三下直接爆炸 三星葛兰杰 有点狠 他是原星突破了吗 没有神幼啊 没神幼的三星葛兰杰 有点强 但他这个葛兰杰的装备有点 不太行 但没办法 可能只有这装备 为什么你会以为我33岁 你是怎么以为的 其实我不是90后 我00后 我18岁 哇 这奥德塔两星了 他已经带个附魔法 呃 被葛兰杰一枪秒掉 葛兰杰能拯救世界吗 开大吧 开大 开大 哎哟 哎呀 没了 他也没了 直接看我们的死神链刀 还剩四个人 还剩四个人 你听我的声音 就感觉我18 19 对对 是的是的是 没什么问题 哇 这边是六法师 诺斯加尔 他怎么十个人啊 啊 啊 系统出棒了 依旧没有选烈魔 打到现在了 他们第一轮没选第二轮 肯定不会再选了 这个法师肯定不要烈魔的 对吧 呃 这古马都没伤害 我觉得他给了三星钩子一个 海魂几 太奢侈了 哦 我们的摄影刚刚好卡在第四名 惊险晋级 这哥们是可以选烈魔的 另外两个都是法师 他没选 选了什么我也没看望 不重要 对啊是00后我写错了 诶 没什么问题啊 个 次次次次 次次次次次克四剑可 Barn 我感觉就不太搭 不是输给法师了吧 主要这两个都是很像的 为什么打个镜像 那当然啊 镜像打你啊,你打镜像 你只是打人家的一个替身 孙生,甲生 当然真身不会掉血了 这不是很合理吗 哇 这个灵能力天改命吗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达姆斯还在坚持 赢了 刺剑克和法师的对决 我看这边,孙生之明应该打不过这个天天下 啊,刚刚不是赢了吗 正如完成了升级 哦,孟之明突然双杀 我看一下两面阵容啊 温之明现在他的击败已经比底特路小妞高出了两个 多了两个光旗,两个元素 奥代塔原型突破,搞了个两法师 带着附魔法器 这边是钩子原型突破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三星达姆 两星达姆斯 那这边呢 是四剑克,四机械,四 四克 几十回 在美国已经好了回 有点顶啊 啊,这边法师干掉了另一个法师 好了 现在是法师和刺客的终极对决了 一个法师死了 卡池里应该掉很多牌 这边拿到人口加一 有点难受 最后 还是没有选择另拨就先废话 你看法师选择另拨就先干嘛 看看这两边的阵容怎么开 多少开 看一下双方的站立 一个是81点 一个是87点 这边十人口 而且三星阿格斯 有点狠啊 是我就给个战士啊 直接 把弗雷亚放上去 不是无敌了吗 武器大师给所有人 挂一个吸血buff 这什么意思啊 哈 嫦娥最后一下直接秒了给他 上弗雷亚 我感觉上了弗雷亚法师就打不过了 还是他想上个 谁 他再上个达姆斯也可以 但没有啊 他干嘛 他这什么意思啊 他要买个石头人吗 这哥们进不了决赛 思维被禁锢住了 这一放两星所有人有啥用啊 还有个零 还有个零 哦呦 差一点 太刺激了 他上个弗雷亚凑个三五七打十的 这鸡蛋不是稳赢吗 他想触发神诱 这石头人已经有个神诱了呀 他还想怎么样吗 他想触发 他想触发四毒液是吧 嗨 真没必要 两毒液到四毒液 的改变 对于全场的局势 绝对没有三五七打十高二 全体英雄加个回血的buff 有多牛逼 刺客剑客是真挺强 但是前期很不稳啊 做出来了吗 就确实可以 相当于上个版本的八次克 就乱跳 全部乱切你后排 我去三星奥德塔 你还不打算上弗雷亚吗 局势开始变得 不一样了 不知道了 乌乌开了 看看打斗双方 的运气 哇 这三小的他谁打得过啊 这太恐怖了 我们的底特略小妞 带着乌鸦拿到了第一名 很强 为什么放了个忍者的头像在这边 他也没忍者 可惜了 我们去找第五组 哦开好了 可以 很棒 好 我的电压64 可以可以可以 第一局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电量 主要是开局拉的人拉得太久 哇这个 这个是什么 什么皮肤啊 怎么绿油油的 这也太绿了 大猩猩 老熟人 第三名看这些 听眼熟的 迷人的微笑 之前是不是有个 爱笑的眼睛 什么人一起的 哈哈 啊 啊 啊 是否有機會 終於是 如果有機會,可否要表現你的貪伴 艾斯美拉达和女武神战情没有上赛机枪,是不是削弱了 不是削弱了,上赛机是鸡蛋变了 艾斯美拉强在西部,现在没有西部羁绊了,那他当然不一样了 英雄没有变,是羁绊学了,是羁绊变了 哇,他在放血 啊,这好像是那个,现在这个正在放血的这个好像是第一届魔法战情比赛第一名,现在已经第四届了,看他今年成绩怎么样了 怎么放血,就是不要放英雄,就故意让别人打你 对面也在放 不是,他一个牛他放什么血啊,因为最后一轮了,他放那些血,前后可远 系统不会自动上吗,你可以设置的,把系统自动上关掉就可以了 哇,J525也是老熟人,拿的什么,屠龙接近 我现在没怎么看见过有人拿屠龙呢 屠龙小队 雷 雷 梦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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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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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打那個凱琳娜 到底是凱琳娜的強還是忍者的強呢 單挑了 還有一個復活甲 這凱琳娜又打多少傷害 9萬 這就離譜 超級棒棒糖 只有一格血了 好慘 開始操作了 打刺客加劍客 神佑刷在刺客身上 五刺客三劍客 好難受 劍客換個刺客下來 很可以 換個什麼下來 又一波操作 好 機棒已經達到了最大化 那麼他能不能撐過這一輪再對上了大星星 我選一個大招直接清平 我管你刺客跳來跳去 一個大招直接清平 完了 直接第一輪淘汰了 這S1的冠軍就在S4的第一輪慘遭淘汰 倒數第二名的成績慘遭淘汰 我沒在玩 我就看他們 我是解說 4次課了 凱娜拿個獵魔 凱娜可以拿攻擊裝 不過哈爾特三星拿攻裝也可以 哇 凱琳娜 哎 凱琳娜 哎呀 沒了呀 前期血掉太多了 稍微被演一下就沒了 第五名好像 可惜了 我們的十萬傷害凱琳娜最終還是沒能進去 可見我們這次比賽 高手如雲 一個法師 一個冬雨 一個槍手 哎 六槍手 很少見啊 這陣容 哇 六槍手 四罪惡之城 有點東西啊 他就是拿了個屠龍結晶的那個人嗎 好可憐啊 拿了個屠龍結晶 但是沒有去做屠龍結晶 我也知道屠龍小隊上不了檯面 屠龍結晶給的誰啊 屠龍結晶給的誰啊 給的克奧德啊 給的克奧德啊 三...五...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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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拱 一拱 参见哈里斯应该是打不过忍者的 忍者还带了个反甲 然后现在换本打不过JL 但打得过大猩猩 目前看来排名非常的真实啊 这边7抢手了 还有两光旗 他钱一直很多啊 有个罪恶之城 中国这个游戏怎么更新 你切换到其他国家的商店再更新 如果你是苹果的话 如果你是安卓的话 5点游戏他也可以更新啊 大概一年需要一个安装包而已啊 结果第一名打不过第三名 秒了吗 我去 太刺烈了 完了 这人他谁也打不过了 没有没有 看错了看错 哎呀 这边幻梦被那个 干掉了呀 然后大猩猩猩 孔城最大赢家 唯一打不过那个人 被干掉了 这时候真的就靠运气 当三个人你打得过我 我打得过你 却打不过他的时候 果然枪手还是有点 主要是他二代塔伤害太高了 枪手伤害根本不出不来 直接 清平了 我刚才克奥德 瘦瘦瘦瘦瘦瘦的子弹声音真好听 今天我直播下期不是很卡 好了 我们去照地系组 还没发呢 好 诶 刚刚那个天之佼子来了 女人影响手速 我好有列表还有这么一号人呢 是谁啊 之前的名字 女人影响手速 好的 欢迎大家来到最后一组今天的比赛 现在这个神话框比之前好看了 加了一点光运了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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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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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先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這兩個見分兩個忍者真好看 這就是這個爆了的 最悲惨的世界 我會幫你走到這場你 可以嗎 我必須的負責 善悄是我的偉似 天之骄子不会是大佬 现在还是100滴血 很强 还有一个满血的 总共三个满血 小心加油 国外商店进不去 开VPN进去 或者你看一下 那些加速器里面 可不可以下 悠悠旗游里面 从加速器进去下 原型突破的剑分 这个100滴血都没了 我们天之骄子成为了最后一个100滴血 很强 大余 大余 请猜猜 几几枪我持有 他怎么只有44滴血了 这卖的太狠了吧 这卖的太狠了 24滴血了 天呐 6连败 这是奔着7连败加3分去的 呵呵 可惜预赛没有这规则 他52块钱不花 他223生了一个人口 他这个阵容确实是没什么用 我去对面三级哈尔特 我去刚刚那又是什么影响 又没了 还能撑一回 好给这位勇士加上3分 对面 好 我带你回家 過去 贏了 他湊上戰士和諾斯加爾了 我剛剛都沒注意 走了呀神 開始了開始了 拿了三分之後開始想翻盤了 原來他是在為決賽做準備 8人口了 三個惡魔 兩個兵女其實沒什麼用 開局放的位置都是一樣 就是傷害提升 沒什麼傷害 只是 沒什麼區別 等一下為什麼剛剛兩個兵女他放的技能位置是不一樣的 不應該是一樣的吧 現在改了 沒了沒了沒了 沒了沒了 哇這真正的刮沙 兵女一個盾都打不破 沉迷自我騎 也是老熟人 但看他現在基本上好像不咋地 啊 英雄星級到挺高的 三星娜娜 哎呀 別把錢花在刷娜娜上面啊 是真的沒用 他也沒生用 嗯 剛剛那個音效到底怎麼出來的 我之前以為是克羅阿德 好像不是 我回国了,对,我回国了 你是哪位啊 小心加油,已经走了 刚开始满血了 我们天之骄子还在第二名 看到这阵容感觉还不... 哇,三个三星 三个三星,三个神佑 不愧是大佬 可惜没有原星突破 不然能看到一个四星的 什么 什么 我知道你是谁了 我突然想起来你这个名字 哼哼飞,我懂了,我懂了 应该没想错的话 可以可以可以 很恩爱啊 我回国你不是知道的吗 你还给我点个赞啊 回来的时候隔离了一个月 啥时候播完 这把播完就结束了 大概十点钟吧 归信说吧 你想看艾斯美 哪个是艾斯美来的我都忘记了 我看一眼啊 哇这声音 第一名这个神佑有点夸张啊 这才是真正的天之雕子吗 五个神佑 等一下 这个team也是五个神佑 刚刚他们还在群里说这个team也是个大佬 诶,沉迷四走期没了 上一届还进决赛了的 主要是这一届实在是在国内的 直播的时间不多啊 所以我把第一轮的预赛 从两轮改到一轮了 有些玩家可能第一局没发挥好 就直接淘汰了 很可惜但是也没办法 公平还是公平呢 是要看这个艾斯美是吗 三星的 第一名六个神佑了 这两哥们是在用 羊胜玩游戏 Bug被修复之后很少有刷出这么多神佑的了 听说第一届的第一名也被淘汰了 是啊 我学这个音效实在是太太蛇皮了 有点好 是 是 是 这是 是 是 6神佑5神佑 这第五名能撑到现在也是不容易啊 他一个神佑都没有 能不能撑到第四呢 哎 没了没了没了 看一下这个好的 没事 他最后一名了吗 最后一看的 他英雄好少就7个人 三神佑 两机械 这是两星象 这是两刺客 这个阵容人太爽了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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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每次都会出现一个那个声音啊 太恐怖了 天之骄子只有6个人啊 3个三星 4个神佑 第二名也6个神佑了 牛的锤子和阿格斯大刀的声音 那为什么在一瞬间突然都不好刷 大家想刷个三星哈利 这哥们是个刷三星玩家 我建议他下回忆带巴斯比较好一点 他现在5毒液 赶紧搞到6啊 啊 what 刚才发生了什么 啊 他带着2技能是吧 啊 可以可以 赶紧把安卓拉拿了 他没拿安卓拉 我真傻了 把6毒液凑上去啊兄弟 安卓拉啊 血亏 哎 来来来来 还好 老天这骨子给他刷出了第二个安卓拉 哎 但是 还是不行啊 英雄太少了 抬走了 好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到两个六神佑的决战 这边还是两个刺客 对这三个 好 现在一个人三十学一个六十学 这边是6机械6光旗 6机械6光旗 输出的不够啊 但他只有8个人 是可以再刷到四剑客的 然后这边呢是 6战士6法师6龙族 我 这么狠 啊人家六神佑 确实是真正 这装备有点可爱啊 三个天空盔 这边都是攻击桩 也有防御桩 攻守兼备 哎反甲忍者吗 哎他人反人 反甲没有给忍者给了0 也可以 0也是剑客 但是 但是0不是机械啊 我感觉这个第一名还是有点难打啊 这个太肉了 这个龙族 6龙族加6战士 这个盾吸血 刚刚的 双边还是6神佑啊 而且这边多两个人啊 看第一名能不能撑过这一轮 然后再 拿个神佑 拿个什么 把四剑客刷出来 这是必须的 四剑客刷出来 升一个 对吧 然后辅助再升一个 这样还有机会 他在索达做的就是撑过这一轮 刚刚扣了他会是7的血 如果这回合扣了33的血 以下 他再拿个人口加1 就有希望 现在场面上肯定是打不过 3个6的 应该扣不到33滴吧 应该扣不到33滴吧 还是27 应该把所有装备都给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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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边拿那个克制高吸血 有点可能会克忍者的回去 这边还有6光旗 天 那忍者最好的装备是什么 反甲加 加绿刀加光旗 他还有一个锤子 他装备挺多的 但是反甲 忍者一件输出装都不给 这太过分了 给这件输出装吧 辅助没拿到 那有点难了 这个辅助基本上还挺有用的 就差还有一个忍者 但忍者输出太低了 一件输出装都没有 没了没了 打人不疼 刮杀 装备没给好 那说实话装备给好了 也不一定能赢 对面实态太肉了 3个6 其实第二名也跟3个6差不多了 因为他那个什么 那个剑克最高就是4 第一名7神又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今天比赛非常精彩 那么今天的直播 比赛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吧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9、11、13、15组 恭喜这 晋级的 16名玩家 16名玩家 好了 拜拜 明天见